AG成功赢下涛博四年之约已至 一诺闪现换复活状态拉满 榜兔说出大实话 渲染暂时还不如归期 新人都需要时间成长 妖刀从夏季赛开始就很垃圾 榜兔属实太敢说了 就在昨天 AG打了一场非常亮眼的比赛 全员状态都是直接拉满了 不管是Kat的牛魔 开团一撞定音 还是中意的五连爵士 甚至一诺闪现换复活的手速 就连新人渲染 也是有了顶级边路的味道 这样的AG剑指冠军没什么问题 不过就像榜兔所言 渲染暂时还不如归期 狼队上一场打TTG 归期的表现完全可以拿FMVP 但新人都需要时间成长 并且妖刀的状态极差 榜兔更是毫不避讳之言 他从夏季赛开始就很垃圾 翻番离开后 状态一路下滑 属实是太敢说了 你们所谓的大家所说的 就是把狼队打TTG 是唯总决赛 他他妈在唯总决赛场 说实话 归期那天是FMVP级的发挥 如果那场是总决赛 我觉得FMVP不给他 真的做不过去 渲染还是需要时间 我觉得现在新人都需要时间 就像风霄一样 就像那个归期一样 这些新人刚上场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你给他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比较厉害了 我觉得妖刀需要把自己的状态提 妖刀是因为谁走了吗 是因为翻番走了吗 不理解 妖刀感觉 感觉显得夏季赛后就很垃圾 夏季赛就很垃圾 从夏季赛到现在就很垃圾 就是翻番走了 就感觉他一直很垃圾 随后 绑兔还用妖刀跟伊诺做对比 觉得伊诺一直都没有 调出顶级射手行列 哪怕有一二个赛季状态不好 他也是调整了过来 同样的妖刀 也只是一个赛季不太行 后面只要状态回归 他就还是顶级射手 只是如今 妖刀跟伊诺像是互换了 前者只有胸没有吻 后者是又凶又 妖刀已经是稳中带狠 那他明天打的已经是不稳 就是已经没有把吻子违先了 他打的比较凶 就是妖刀跟伊诺反了 是有一点 因为我一直 因为我一直 你要说他一直都掉出底色的那一块 只能说他状态不好 他确实一直没有掉出底色的那一块 妖刀掉出底 这些人说实话 就不说半年一年 就是说一直打得很差 基本上你 这些曾经是顶级射手的 一般都 你不能说他掉出去了 就跟伊诺一样 伊诺也有时候状态不好 有一个赛季 两个赛季有时候不怕 你只能说他 只能先说他状态不好 我觉得就那种两个赛季的人 都一直打得很差 基本上你可以说他 就下滑了 他现在可能 已经掉出顶级射手 但是妖刀目前是一个赛季 总的来说 AG能赢涛博不足以为奇 但他们能临风对手 确实让人意外 不过全员这样的状态 能否一直保持下去 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对 AG始终要保持质疑 至于妖刀跟伊诺做对比 如果以挑战者 被双方的表现而言 伊诺碾压了妖刀 甚至妖刀首个MVP 还是靠老夫子拿到的 可想而知 他的状态有多差 并且要是妖刀状态不差 TTG可能早就已经输掉了比赛 而伊诺虽然也会有失误 但是他的高光也很多 加上现在 AG基本不考虑4保1 伊诺的存在感 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大家觉得呢